日前,俄罗斯外交部队外界发布消息称,据多方汇总的情报数据显示,美身特种部队已得到授权,一批来自东欧地区的,数量庞大的军火,也正在采购当中。 将通过特殊渠道,进入委内瑞拉,支援为反对派议员光业多领导的反对派力量。 俄罗斯外交部在此时发布这样的敏感消息,明显是在向全世界揭露美国,即将对委内瑞拉采取武力措施。 据悉,美国已经警告委内瑞拉,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满足反对派的条件, 否则,美国将会派遣航班,强行向委内瑞拉运送支援反对派实力的援助物资。 从现在的形势来看,这趟航班上将会有美军特种部队执行武装压缩。 自1月23日,反对派议员光业多自行宣布,就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之后, 美国等西方国家第一时间给予了承认,并要求现任总统马杜罗交出权力。 同时,特朗普还在近日在迈阿密的集会上,警告委内瑞拉军方高层军官,要支持瓜伊多,否则,他们将会失去一切。 作为委内瑞拉的坚定盟友,古巴外长在昨天就已经在哈拉那专门召开记者会做了说明, 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,运送支援反对派的物资的航班,将从美军基地内起飞, 而基地内已云集了美军各路特种作战精锐。 很显然,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人道主义运输任务,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特种作战行动。 此外,也不能排除美国海军海报突击队,已经开始队伪。 内瑞拉进行渗透,由于委内瑞拉经营加勒比海,距离美国南部只有数百公里, 非常适合流经验丰富,装备精良的海报突击队,执行两期渗透行动。 面对俄罗斯的公开预警,相信委内瑞拉针发的舰队等级,会达到最高。 委内瑞拉目前全国的军事力量元素超过50万,十分擅长从联络战, 其陆军有近一半的编制,都有从林牛骑兵和从林公兵的建制, 其新式武器装备,也大多来自俄罗斯和中国, 其空军甚至还有该地区最为先进的SU30战机。 而且,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发布的讲话中, 抵抗态度也十分坚决,声称军队只效忠一个总统, 绝不像傀儡政权和帝国主义妥协, 除非敌人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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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